有否幻想過比格林寶利渣 但日日只可以塞紅碎 你永遠都感覺不到這個林寶有多厲害 情況就像你喝威士忌 如果你用不適合杯 根本不會了解到威士忌的真面目 未試過的話你未必會發現 明明同一支威士忌 原來用不同的杯去喝 會有很不同的效果 杯一杯都可能有不同的味道 到底用什麼杯最好呢 沒有必定的 應該說看看你喝什麼威士忌 以及應該怎樣喝這款威士忌 有看Caseman第二集的話 都應該記得他們用這款最常見的闊口酒杯 這杯的底部玻璃比較重 重量感很足夠 拿上手又有手感 輕鬆喝威士忌當然最好 不少人都像我一樣 加些冰進去 加上波冰看起來當然漂亮 不過由於這個設計 杯口比較闊 並不能夠將香氣 集合在一起 如果你很想認真地嘗試威士忌的香氣 用這些杯口比較窄 杯身比較圓的品酒杯 才可以將威士忌的香氣 聚集在一起 不過當然不是電鍋 好像這些 這個設計比較直 但杯口向外 據說它的設計 可以將酒液均勻地布滿 雖然聞香可能會弱了 但味道的層次 好像容易感受到 又或者 好像這款特別設計 威士忌酒杯 杯覆一樣 是這麼大的 容易釋放香氣 特別設計 你看到這裡 就凸出來 是為了減低你聞的時候 酒精直接切擊你鼻 還有一個金屬的底座 你可以獨立雪冰墟 想喝洞飲的時候 就可以冰淨陣子杯酒 又不會煮淡杯酒 好啊 喝酒真的是不是喝酒 不簡單 不過酒杯有些要求 你要訓練整個世界 完全不同了 星 sharply 喝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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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